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不是盛大的 胜利的春运 盛大 盛大雪灾 你就要通过这个雪灾 我那天查到一个资料 天涯有这么一个杂志 海南 天涯杂志其实挺好看的 我经常从里边学东西 然后呢 我就看到一个什么的 韩少宫 这2007年1月的天涯杂志 他们可能搞了一个座谈会 就说这个自然生活和自然写作的可能性 然后他爆料 爆什么料 咱们以为温室效应 不是会吧 咱们不会是热死的吗 是吧 下一代不是 其实还有一个很古怪的问题 你看我给你念 几年前美国国防部 有一个秘密研究报告被泄密 这个报告说呢 全球温室效应继续加剧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导致大西洋暖流停止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全球气候激变 叫雪线大步难移 雪线难移 英国可能成为另一个西伯利亚 荷兰可能全部沉没 然后呢 他就说我看过地图 发现雪线将抵达中国的武汉 长江以北将一片冰尖雪地 哎 年前的这个大雪 说是什么多少年没见的这个大雪 不就是在长江流域这一带 最最严重吗 你看 然后说美国这报告让很多人震惊 那一年我在青岛见到几位中科院地质 科学方面的院士 据说温总理曾把他们找去 问他们南水北调工程还搞不搞 然后呢 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也很关切这个报告 从英国国家利益出发 他一直跟小布什施压 就是让美国呀 回到京都议定书 采取行动 降低这个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这个排放 对 这就是有我觉得我们过去讲环保啊 我们有很多的错误的 以偏概全的概念 比如说怎么讲呢 其中一种最出名的一种错误就是绿色 对不对 讲环保环境运动 大家都是绿色运动 种树 对那什么叫绿色运动呢 大家想到就是多种树 什么城市绿化啊什么的 这不叫环保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城市啊 比如说他为了要搞绿化 他怎么搞呢 比如说明明这个地方不够水的 他偏偏种很多花圃啊 种很多奇珍异会 你把这个地方水资源都抽干了 这怎么能叫环保呢 然后说绿色呢 就要空气要好啊 要新鲜 就说哎呀 禁烟就是一种环保运动 禁烟是健康运动 不是环保运动 是两码事 戒烟就是 禁烟 对 禁烟跟环保没有关系 其实因为你的烟 对这个环境没有多大的影响 然后呢 你反而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说 全球暖化 就以为都是越来越热 不是的 这所谓全球暖化只是温室效应 使得地球的这个大气层内的温度升高 但那升高带回来的结果是很多种的 其中一种最明显 就科学界大家都相信的就是 你气温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接下来来的就是第二次冰河时期嘛 好 这是小冰河时期嘛 大家重新进入 其实我们离上次冰河时期不远 你知道吧 我们上次冰河时期是一万多年前 然后一万多年前的时候 人类 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 像尼安德大人 一万年太久 对啊 他们都出现过一段日子 但是后来都很快 是因为冰河的东西呢 使得人类活动呢 是停止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冰河如果再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然后而且呢 海水 但是因为温室啊 它同时也暖化了一部分的 南极北极的冰 有些地方会淹 你刚刚说 大冰雪封到武汉 而上海 香港 台北 这些沿海都市呢 有很大部分呢 是会被淹没 那是整成是 另一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香港要淹没 对啊 如果啊 如果比如说 这个世纪之内 我刚才还想 那么香港不发达了 上面都下雪 那香港不会了 到下个世纪 就是不是下个世纪 对下个世纪的时候 我现在香港住久了 我的思路很直接的 你知道前一阵 不是美国有个航空母舰 要来香港 后来没来成吗 你知道香港的报道是 人家有些什么 关于中美战略分析啊 等等等等 香港的报纸就说 哎呀 几千个人啊 平均每人消费几千块 香港就损失了好几百万 几千万 几千万的旅游 做生意 我现在脑子也这样啊 你们一讲说 雪线要到南移了 我就想 那香港不发达了吗 有什么上机 那香港不发达了吗 那这里变天堂了吗 还要水淹啊 那看来也要水淹 所以啊 其实是 也有问题 是有一个概念问题 就咱们说的 就说叫什么人本 我发现他们这杂志还提出啊 所以 人本和资本 可以是一对概念 你知道吗 我们说 以人为本 实际上现在 中国很多情况下 是以资 对 为本 虽然那个好像 说说人本 是以资为本 它是为了发展 你不然 他这个心里边想的 这个动机不同 你比如说 像有些会造成人的误解 我就发现 像文道刚才说的 这个会上 这个李陀 他也说 他说 就是现代文明背后的野蛮 他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 到处都是绿草坪 这个多好 看人家的环境 人家的什么 但是呢 后来有人告诉他 你知道维护这个草坪 要杀虫剂 杀虫剂 杀草剂 而这些杀虫剂和杀草剂 又是如何会毒化这个土壤 对 影响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的 这个这个变化吗 然后他知道了这个 他在回到中国的时候 他见到这个草坪的时候 他就问人家 说你们撒不撒这个杀草剂啊 那人说 不撒 杂草就都长出来了 对 就是实际上这东西 它不是从环境出发 它是从我看着好看 这也是为什么 我反对打高尔夫球的原因 就高尔夫球场的经营 是对环境很大的破坏 因为高尔夫球场 美国那种草坪 还是自家宅子门前一块草坪 高尔夫球场 那是一些大片草坪 全都在用这种杀虫剂的 而且现在最贵的房子 是高尔夫球场里边的别墅 对 他们这个房子最贵 可是你知道那里边是重灾区 因为这个杀虫剂啊 就在他们窗口 没错 每天高尔夫球场 能够维持的草这么好 它这个农药落得很重很重 对 而且呢 它本来啊 其实本来呢 等于生活在药厂里 没错 没错 本来你说要除杂草啊 或什么 有个自然的方法 就是让虫 在里头去吃 但是问题 这个高尔夫球场 是没什么虫的 那么整个生态环境 是很贫瘠的 所以呢 这个高尔夫球场呢 它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中国很多 那么漂亮的高尔夫球场 它还是盖在一些河流啊 湖泊的旁边 一些河流的上游 那些除草剂 杀虫剂 是会渗入地下水 你想那玩意儿 就是说现在不都爱自杀吗 自杀 何那玩意儿 你知道吗 杀虫剂 杀草剂 我们一帮穷人 在承受这些有钱人 他们娱乐 带给我们的灾害 所以我那天就说 那个王硕写那本书 说中国这个人多地少啊 客观条件 建议不推广高尔夫运动 推广弹球 应该 说得好 是吧 说得好 说得好 小时玩过 对对对 玩一个洞 全民弹球 玩一个洞 我跟你讲 就是颠倒了 你知道很多颠倒 你看这个韩少公就说 他在那个山巷 在村里啊 弄起一个房子 有块菜田 他在那生活几天 然后呢 记者跑来 从城市里跑来的记者 就问他 说你这个回归这个原始生活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就没有现代化了呢 这韩少公就说 哎 你 我 我有好的空气 天然的 好的蔬菜 好的水 好的环境 而你们在城市里 那么污浊 但是你们会认为 我是落后的 你们是现代化 他就说 到底现代化 你是个什么标准 你要按 真是按照西方人 比较先进的标准 那应该是山清水秀 才叫 才叫真的 这个所谓 现代应该追求的生活 你也别全信他 他也说说而已 他你乡下去待一阵 一会儿又回到海南 做做些主席 他是两边跑的 两边跑的 这个东西呢 是以前很长时期 欧洲人对城市 跟农村对比的一个想法 你知道欧洲很有意思 就直到工业革命晚期之前 有钱人家 贵族都不会住大城市的 跟现在不一样 比如说你去英国 你没有发现 英国特别的乡间别墅 对不对 那些人都很有钱 豪宅都在那 他为什么不去住伦敦呢 那是因为以前 大城市从来就很脏 那时候公共卫生 还没现在好 你想想看 17世纪的巴黎 是满街死的 那些人是三楼 那么到夜湖到马桶 临下街去的 又脏 空气又污染 水又污染 所以所有的农村地方 都是好地方 有钱人都往农村地方 我在赶德堡 看过一个皇宫 他有一个房子 就这么拖出来 就拖出来一块 下面是空的 然后他们说这是什么 这就是当年的厕所 对 就是这么倒下来 不是倒下来 就直接在上面 就这么下来了 在皇宫外面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他这杂志 还有这个蒋子丹 写一个文章 这文章说的就是 我居然从来没听说过 是一个很惊人的事 说2005年10月8号清晨 年轻的民间动物保护人士 王培 是一个姑娘 就是从北京某栋楼 第二十四层 跃身而下 结束了年仅33岁的生命 但为什么跳楼呢 就是你到他那个小区问 所以他就说 你说那个 就是为那个小猫小狗 跳楼的那人 你知道吗 他是跟着人家 去做这种保护动物的调查 观察和研究 然后这个姑娘啊 就我觉得蒋子丹的 这个心理分析吧 就说他会不会是 本来是个很单纯的姑娘 可是呢 一天天的见到这些事 比如说见到这些牛 被这个人们把那个胃啊 灌水灌到那么薄薄满满的 然后就轰然倒地 见到那个一种小动物啊 就是被人浅浅的割破这个表皮 把这个皮给扒下来 你知道吗 他见到就说 熊穿着那个铁马甲 穿着铁马甲 给抽这个胆汁 可能天天看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女孩子啊 她无力解脱 无力解脱 然后呢 可能会陷入一种什么呢 就虚无主义 甚至到最后呢 可能就奔了老子那去了 因为你知道 一个往往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 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这些给牛灌水的这些农民 他可能就靠着这点东西 才能维持他一个可怜的生活 他处处看到 你到底是人本主义 还是牛本主义 你该怎么说呢 就就就 那是以后 我们套用这个概念 不不不 是同一回事 是同一回事 为什么呢 你对动物的 你看很多国家 都很强调对动物 对自然的爱的这种教育 不是说你去德国 但是那是在基本生活 有保障的情况下 是同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对自然 有一种爱护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 常有的那种辩解 就是说我们人都还没过好 还谈保护动物 尤其在农村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回想过去的中国 传统中国 其实传统中国 并不像我们今天 对动物 对自然那么的残忍跟毒害 当然中国人向来 尤其我们广东人 什么都吃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我见过他们杀牛 全部绑起来 但是问题是呢 中国人呢 以前呢 那种残忍 比如说我是对个别动物 我要现在宰这个牛 我怎么宰 但是问题整体而言 我们对自然的消耗 完全没有今天那么大 而你对自然呢 你抱持一份仁爱之心啊 这其实是对人的教育的一种培养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 我们这么想象吧 假如一个人 他如果连打猫打狗 他都不舍得打的话 他这个人啊 大概就不会是那种 跟人一言不合就打架的人 是有这种教育 这个我是很矛盾 我一直在想这个 因为我们看很多这类东西 我一直在想 而且结合我自己的经验 到底是这个是中国读书人的 一个美好天人合一的 这个理念呢 还是说真的 真的中国老百姓 自然就有这么一种 普遍的道德观是在这样 有时候你看到他们是 比方说他们看到砍大的树 他们会不舍得 会谴责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照顾我们知青 给我们砍一棵大的树 我们喊苦死了 哎呀没柴烧啊 都是雪炮啊 可是农民在旁边 虎视眈眈看着我们 是因为我们把很近的一棵树 黎春桩很近的一棵树 这是算领导给我们照顾 看到了 所以农民是很恨 我也不知道这个恨里边 是因为我们夺了他资源呢 还是是在风水上 或者说自然景观上 就破坏了他们的 对 一些这个系统呢等等 但是他晚上 他们干活的人 到了晚上 他们去抓这种牛蛙啦 抓这种小动物来吃 完全不是为了饱 而且为了快乐 要打平火 这个时候你又看不出 他们有任何像你说的 对动物的仁爱之心 这个农民 没没没 不一样 为什么呢 我我我我 我可以先讲讲 他呀 比如说中国古代人 讲一个叫 呃 宋儒 比如说叫什么 存天理灭人欲 对 我这次看他们的讨论呢 过去咱认为 这玩意儿就是啊 扼扼人的欲望 特压抑吗 但是后来他们说 查了查是谁 韩少公还是李陀 查了查这个记载 天理 实际上当时这个姓程的那人 指的是什么呢 叫凤养 比如说谋医食 对 建建房子 就是维持你最基本生存的 这也是天道巡华 天理啊 或者说你人必须吃一部分 超我超我 就是超我 灭人欲指的是什么呢 压制本我 灭人欲指的是什么呢 贪欲之过 就是说你过了 你你超出了太多了 你你超出太多 你你比方说啊 他们就讲到 好像是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台湾最初 还有那么一个规定 后来就规定也没了 就是说报纸的版面 不可以超过十六版 嗯 就是说你现在多出来的报纸 这么多的版面 都是娱乐 不高在 广告 或者是很多广告 你那个一个一盒月饼 这个包装纸 对 六层七层 但是你知道 这就是几千吨 几万吨的纸浆 对 为了你这些虚荣的 这些你吃的不过 就是一个月饼嘛 对吧 然后你六七层包装 那么多的牌子 甚至你知道 有人说 就说你过到什么程度 当然是不是 我觉得这有点极端 好比说洗发水 你知道 洗发水为了测试 会不会对 我知道用动物的眼睛 人眼睛的刺激程度 嗯 用兔子的眼睛 一直要看这个兔子的眼睛 撒多少 我这个洗发水 它会溃烂 然后我就知道 活的兔子 活的兔子 我知道人的配方 可是现在就说了 洗发水 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牌子吗 也许你有一两种 也就可以了 但是这公司 他为了这个利润呢 不断的要更新 因为不断的 就拿兔子做事业 读经济学的人来讲 对 当然是极端的发展 就定价原理的话 他要不断的推出新产品 推出新的定价 但是呢 说回刚刚子东 你讲的那个问题 就中国人呢 他是你刚刚说风水迷信 跟一种对自然的保护 是结合在一起 所有人类文明 存活到现在的 这几个文明啊 都学懂一个道理 就是你不能节责而渝 就是所有节责而渝的文明啊 都完蛋了 就很多学者都考究 像这个太平洋大西地 不是 太平洋那个岛上面 复活节岛 那个巨石像 他为什么完蛋 他把它自然之源耗尽了 所以中国人是懂这个的 你看香港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 香港有很多传统农村的 周围是种了一片 环形的树林 新建那边有的 那是什么呢 广东人讲究 这叫风水林 就是说呢 村子建起来了 第一件事是干嘛呢 先种树 树都种好 而这树选的很讲究哦 它不能是完全跟当地的 那种风水水土 原有的植物 差太远 不能配合的植物 得是适合当地种的树 树都种好了 会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凉快 第二 有支援 必要的时候 有木材可用 然后水土保持好了 第三 还有风水 是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去年 大家那么喜欢读论语 论语里面孔子啊 人家怎么形容孔子这个人呢 说孔子是这样的人 说子啊 孔子 这个钓而不网 这个色 钓而不缩 钓而不缸 什么 网 那是网 就是它那意思就是说钓鱼 但你别拿网 一网打尽 别捕鱼 然后你要射这个鸟啊 你可以射飞着的鸟 但是正在复旦的鸟 你不要把他给杀了 对 它就是 它其实是有一个 所以他们 我听他们聊啊 就说人类其实有个集体无意识的 他们聊的挺 我其实挺神采飞扬 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现在 这个太空探索 老是关心 在哪个星球上 有没有水 有没有空气 或者有没有这个人类存在的 生命存在的 他们甚至认为就美国的这种行动 反映了某种人类潜意识当中 知道这地球啊 会完蛋 早晚会被我们自己 地球是有限的 地球是有限的 而且现在在加速 你知道吗 现在加速有限 就是这种高消耗 就是说你过了吗 可是我是在革命高潮时期到乡下去的 我见到的乡下 跟你正好相反 村庄外面一圈 没有树 他们为了吃饱肚皮 就往外的砍树 对 就不断地往外砍树 我讲的一两棵树 留在那里是因为 他们是领导什么 为了什么景观 硬留下来 最后又给知情也 所以我后来看阿诚的树王 我就忏悔 我们当时就这样 可是当时的农民 他们就是为了吃啊 没办法 他就不断地往外砍啊 他们就说 十年前啊 我们走半里路就砍到财了 现在我们要走两里路 我不知道他现在要走多少 现在 现在 流浪天涯 枪枪三圆形 广告之后见 你想想看啊 这个美国啊 跟这些澳洲很多地方啊 那些保护动物 或者做环境保护的人呢 那些人是什么人呢 他不是那种大学 出来的知识分子啊 或者城市里面的 比较现代的那种搞运动的人 他很多是猎人 就传统部落社会 这种猎人呢 你看猎人做环保 他有个很特别的意思 就大家都觉得这批人 比我们城市人都残忍 对不对 我们不会亲手宰杀动物 他们会 他们又打猎又怎么样 但是这些人 他们祖祖辈辈 给下来的教训 你就发现 他们很爱动物 他们很 他们跟熊 比如说猎熊啊 他会尊敬这个熊 他觉得我今天是 我要生活 我必须猎捕你 但我不能把你们都打掉 对 我不能把你们一网打尽 而且呢 他还是尊敬你的 还要做个仪式 猎了个之后 可你知道我们吗 我们解救出那个黑熊 有些地方穿着铁马甲 抽胆汁的那种黑熊 那黑熊从小就在一个笼子里 等那个动物保护组织 把他们解救出来的时候 黑熊的脊椎骨 就是长大了 也不给它换个大点的笼子 它是弯的 脊椎骨是弯的 它是个工厂 它不是生物 我们没把它当成是生物 你想象到一个鸡 就这么一批 什么都不顾 不敬神 不畏祖先 也没有宗教 只要钱的 这么一批爆发的商人 他们是怎么造成的呢 他们是怎么出来的呢 他们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 可以这样 就是说 我们都看到很多这样 对不对 那个可可稀里 你们看过这个电影 这实际上 就当他们啪啪这样打下去 当现在很多人做假药 拿到成人 他们你去听听 他们的声音是什么呢 他没想过 真的 他你比如说 有些事情 我们穷够了 我们从小就穷 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 有些事你不想 你就会觉得流水线 比如说养鸡场 流水线的工人 认为是司空见惯的 但是只有被说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一个鸡一生中 养鸡场的专门下蛋的鸡 一生中就在一个大概 一个复印纸这么大的位置待着 然后每天吃下蛋 吃下蛋 等这个鸡到最后 这个鸡的爪子 就跟这个铁丝笼子 这个铁丝长在一块 你说 你看你不说 他养鸡场的工人觉得 从来都这样啊 对 可是你说了 你就觉得这 忒 忒 所以这个左派知识分子的声音 还是 还是有必要